为了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由两岸书画家共同举办 日月坛 静月坛 同渊 同流美术名家连展 从即日起至8月1日直 与南投中兴新村 虎山艺术馆盛大展出 是今年来两岸书画家连展 规模极高的一次活动 欢迎民众前往体验难得的艺文交流饗宴 台湾南投日月坛与吉林长春静月坛 多年前及缔结姐妹谈缘分 但尚未有双方艺术家相互交流机会 由中国艺术家协会邀请吉林中山书画院 以对等交流模式举办台湾吉林 日月坛 静月坛 同渊同流美术名家连展 将与南投中兴新村虎山艺术馆盛大展出 中国艺术家协会理事长马念台指出 该会去年10月邀请吉林苏画家 前往台北与台湾水墨画家共同连展 建立默契与共事 并促成今年6月中旬 该会将率访问团前往吉林参访与连展8天 随后7月中 吉林苏画家再次回访 进行深度访游与连展 首选南投作为日后长期发展交流的第一站 此次展出吉林前来的画家包括 文化关键 戴成有 孙维国 张建华 丽维顺 博少语 王中仁 高小虎 修远 朱成 汪鹏辉等 与台湾画家王友俊 江明贤 李文汉 邵文虎 林吉玉 陈阳春 陈朝宝 黄庆园 刘坤锦 严盛哲 苏丰南与顾重光举行连展 为近年两岸书画家联合展出规模极高的一次活动 本县书画大师李古摩 简明山 林荣生 姚淑芬 曾仁甫 蔡友 调树林等多位艺术家 也共同参展 挣钱不少光彩 文化局表示 此次艺术展览还包括双方互动辉豪 展现两地文化长远与深厚情谊 期望延续多年以文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成果 累计艺术互相学习观摩机会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中心新村湖山艺术馆 一同体验难得的艺文交流饗宴